我們就快速做個結論 我們就快速做個結論吧 我們就快速做個結論 我們就快速做個結論 到底買Aputure的人是不是有點繳智商碎呢 我是覺得有一些啦 我們就快速做個結論 最後我們做個結論 到底買Aputure的人是不是有點繳智商碎的概念嗎 我是覺得有點這麼認為 除非你真的是卡在他的整個系統裡面 就跟抽驗一樣 你抽了一根 你會想要再買一整包 你買了一盞 你會想要再買更多盞Aputure 所以你可能卡在他的系統裡面 那我也沒辦法 你繼續買Aputure吧 但是你如果只是在重新 或者是你剛開始玩攝影 你要建立一個燈光系統 那這個Roway 10分之1的價格 97%的相似程度 為什麼不買它呢 我不知道 我沒有找到任何的 不買它的理由啦 整個就是 又亮又好 又輕又準 什麼都是優點 除了它的風扇 噪音稍微大一點點 所以你350W 除非真的是放在麥克風旁邊 不然你放了差不多 三公尺 兩公尺之外 就是或者是你放了一個大的柔光箱 它擋在後面 那它的噪音比較不會傳過來 這種情況 百分之百推薦這個 3000塊 就是美金100塊的 超便宜燈光 優質 輕巧 隨身攜帶 光線好 光線亮 哇塞 控制 App也有控制 什麼都是優點啊 這不買不行 不然你怎麼看 得來了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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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